我这房子的住房贷款我就是不还了 有没有可能完全不受任何的惩罚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是可以的 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 没有像中国这种房地产的预售机制 全世界各地方在房子没有完全盖好交给用户之前 绝大部分国家是不能够去预售的 即使有一些国家允许预售 这样的国家和地区 出售的也叫楼花 实际上什么分期付款 也就是开始这个房子要开始给你卖的时候 你只付一点点钱 随着这个房子逐渐建设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你再逐渐逐渐付钱 房子全建完准备交付了你才付清钱 全世界是没有任何国家会向中国以外 制定这样子的一个预售机制 这个机制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就跟那个我上次讲那个房地产庞氏骗局是息息相应的 只有中国才会在房子都没建没建好的时候 就向用户收取全款的 因为中国当时建的房地产设计的这种 房地产向全社会吸血的庞氏骗局这种模式 他就需要用这种没有建好房子预售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支持 尽管这种模式产生的一个根源肯定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策和自己原有的一些思路 但是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中国所有的老百姓来承担的 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够把地价卖的更贵出售地价的时候 这个庞氏骗局就可以玩的更大 就可以看起来更漂亮 所以这种全世界其他国家没有的住房的预售机制导致什么 导致开发商可以用这种机制早早的把没盖好甚至没盖的房子就全卖掉 然后把资金回笼了 这样的开发商就愿意用更多的钱 他看得见这个模式啊 我只是交一个过桥 把土地招拍挂过来 我几乎就能够卖房子 开发商看到这个模式 他就愿意花更多的钱 参与到这个土地的招拍挂这过程中了 在这种预售的机制里 由于所有的用户本身已经和银行签订的都是住房的贷款协议 是跟银行签的 而且银行已经履约把这些住户的贷款打给了开发商 也就是银行把钱已经交给了开发商 所以从法律上讲 所有买房的用户肯定是要还银行借给他的钱的 这个钱已经给开发商了 唯一这些住房贷款的用户稍微让他们幸福一点的就是 如果最后你没还钱 就像这次这些断贷的用户 从理论上来说 你承担的最大的仅仅是个民事责任 最后会被银行起诉 冻结名下所有资产进行拍卖 自己成为失信被执行人等等 但是如果为什么叫幸福 如果你不是住房贷款没有还 而是信用卡恶意透支不还 你说我恶意透支信用卡不还 那在中国可能就属于刑事责任了 那你就可能要去坐牢了 对 所以这是唯一的好处 你不还住房的贷款负担的是民事责任 讲到这可能很多朋友就骂我了 说展老师你这讲半天纯粹扯皮呢 对吧 民事刑事都不是什么好的结果 我们想知道的是 我这房子的住房贷款 我就是不还了 有没有可能完全不受任何的惩罚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是可以的 也就是如果你不还住房贷款 一分钱都不还 而不受任何处罚的可能性 适合什么 适合你最后参与你这个不还贷款的人数相关联的 也就是参与的人数越多 中国住户越多人不还贷款 越有可能不会被处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处罚你是一定要有依据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房 签了什么样的协议 什么时候开始还 什么时候不还了 现场什么情况 这是要写到很详细的报告 这些报告 这些资料 银行要整个统计总结出来 交给相关的人员 替交到法院去进行起诉 然后要打官司 法院判决你承担民事责任的 这是干这个的 还有银行要有律师的 那么中国2020年银行的新增住房贷款是300万笔 目前在中国整体银行体系中 住房还贷款欠着钱 但是没还清的是8000万笔 我们不用看具体的这些贷款的钱数 我们就看一下这8000万笔 如果其中十分之一的人不再还住房贷款了 也就是800万人集体说不还了 那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这800万人谁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出发 那如果其中1% 也就是80万人 说我不还了 80万人 那也有一半以上的可能性 这些人不会受到任何的出发 为什么呢 江老师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中国现在整体的银行领域 因为我从建行出来的 基础的建行数据和这两年的数据还有 中国整体的从建行推广的整体用工的人数 可以肯定在中国银行内部 专业的具备房地产 信贷审核和信贷追溯的专业人员加在一起 全中国不会超过1万人 听得明白了吗 而负责帮银行处理这方面的律师和所有的人 记住了不会超过1000人 这整体的银行也不傻 不会掏那么多钱养这个 而每一笔贷款 它的人员从你开始 逾期确认坏账 打官司递交 到法院判决的整个周期 最短可能是一个月 最长可能是半年甚至一年 那也就是说 即使银行真的有一万个专业人士处理这个事 律师也特别努力 然后正好所有断贷的这些客户 和放贷的银行的专业人士全是对应的 那么如果十分之一 八百万人不还 产生的八百万笔坏账 那即使银行这一万个人 每一个月能处理一百笔 法院起诉判决 你记住了 当然这是没可能的 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那也得八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八百万人 实际上不可能 不可能正好银行的人数各种各样的对应 所以呢我自己拿一个笔 我给他们按最乐观的现在对应的人数情况 百分之五十对应相关情况说一下 那估计中国的银行要对八百万笔坏账 要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些外账 从最开始的发现审核 一直到法院报备批付 那法院是不是对于八百万笔这个案子 能按期批 这个我都不管 实际上也批不了 但是大家想到了 三十到五十年 人都批了 怎么可能呢 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就明白了 就有人如果还了 有人没还一个楼盘 有人追查有人不追查 更多的根本就没人管 我跟大家说最后的结果 百分之百是银行内部的现有运行系统就崩溃了 因为峰值太高了 峰峰值 那如果是八十万人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不了解他对应银行情况有可能能处理 但是也有很大可能处理不了 所以我要说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没任何事 所以面对国内现在这次集体断贷的事件 我们知道很多银行发的公告说我行 房地产 这次的这个住房贷款的余额占我行整体信贷比例不高 风险可控 完全是糊弄外人的完全是胡说八道的 银行内部给一个大企业用户贷款十个亿 五十个亿 也就两三个人去审核 审批的手续复杂一些 贷给一个居民的一百万贷款住房 也得一两个人审核 手续简单的一些而已 但是大家知道如果十个亿 一百万亿比十个亿住房贷款断贷的工作量 那是一比十亿企业贷款断贷的工作量的一百倍以上 都要律师都要处理文件 法院都要审都要判决 中国人确实太多了 所以单独就这一次国内的集体住房断贷事件来说 最终的结果是由参与人数的多少来决定的 如果最后这个事情发作到边际线了 参与的人数仍旧在银行可控的范围内 那么银行就会拼命动用所有资源 把这些断贷的人都变成失禁被执行人 资产都冻结 但是真开玩笑说如果银行有上百万人参与了这次断贷事件 按照现在的中国有上百万人参与 按照现在中国的银行机制 司法机制肯定就处理不了了 真有这么多人参与 我个人感觉肯定得额外的 中国共产党最后会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没办法在这里预言了 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没有底线的一个党 他怎么干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明白了 这个事件表面是一个断贷事件 那能不能被处理处理成什么样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国内这次房子断贷事件最终的走向 是参与人数的多少来决定的 我也祝福国内这些断贷 集体写断贷书的这些楼盘的用户 最终能够拉到足够多的人数 对吧 50万100万拉到足够多的人数 大家一起来参与对银行的断贷 那么最后就一起的幸福就获得了 不过最终的结果呢 到底是不是幸福 我说短暂的幸福贷款不用还 但最终的结果 共产党会干啥其他的事 这个我这次目前就暂时预言不了了 好吧 谢谢大家